当社会不平等现象过于突出的时候 制衡系统是起不了作用的 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困境 美国的病症不是个人造成的 简简单单把问题归到一个人 这种反思太肤浅了 当前特朗普贵林的败选的局势 他是否可能会制造这些国际紧张局势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欢迎大家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定位中国 也读懂中国 前段时间张维维教授 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同时也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里茨有过一场对话 两位谈到了美国国内的一些问题 也探讨了全球化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还会继续就这些问题 来进行深入的对话 那么我们今天在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 张维维教授 欢迎 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 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欢迎 好 首先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教授进行演讲 稍后我们展开原作对话 有请张教授 不久前啊 读了一本好书 英文的名字呢叫 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人民权利和利润 中文版呢 现在翻译成叫 美国真相 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约瑟夫 Stiglitz 英文叫Joseph Stiglitz 他是我们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位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西方学者 那么曾经担任世界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 他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分析 可以说是入目三分啊 那么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呢 他把美国林肯总统那句名言 就明有 明智 明想 英文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改为百分之一的人有 百分之一的人智 百分之一的人想 英文就是of the one percent by the one percent for the one percent 可谓一语重低地概括了 美国富人主导的政治 和贫富差距巨大的这种现状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 思想必将引领这个时代 本着这样的信念 我们中国研究院 每年都举行一次思想者论坛 邀请国内外有影响的思想者 进行有一定深度的对话 今年呢 我们联系了Stiglitz教授 等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 一起探讨疫情后的世界 向何处去 那么这次 我和他呢 就聚焦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等一些问题 经历一场蛮有意义的视频对话 那么Stiglitz在自己的新书中 首先点出了新自由主义 或者叫市场原教制主义 给美国闯下的火 他的数据其实非常扎心的 他说过去40年中 也就是从1974年至2014年 扣除物价因素 占全美人口90%的下层人民的平均收入 几乎没有变化 而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的平均收入 却在飙升 他感叹了他每年都访问中国 当他告诉中国听众绝大多数美国人 40来年的收入没有增长的时候 中国的听众都会向他投来难以置信的目光 要知道中国人过去数十年的收入水平 是世界增长最快的 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的统计 改革开放的40年 中国人的收入 实际收入增长了23倍 年均实际增长率是8.5% 那么Stiglitz提到他的家乡 美国印第安纳州的这个加里市 曾经是美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所在地 但随着去工业化 已变成这个白孔千疮 满目苍仪 成为好莱坞拍摄世界末日主题电影的拍摄基地 他以排比据的形式 提出美国的经济学需要改革 美国的政治需要改革 美国的价值观需要改革 他写到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 人们总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 包括减税放松管制 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 但他们不知道市场权势带来的危险 因为叫The Danger of Market Power 他说美国人多年来一直盲目地认为 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便会自动提升整个社会的总体福利 但结果却不是这样的 美国这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实践证明 他导致的是市场上垄断性权力的无处不在 接着Stick Gates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分析 他说美国的政治出错了 太多的人认为选举就等于民主 美国人不理解金钱是如何瓦解民主的 也不明白美国精英阶层 如何利用金钱来重塑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 他们这样做是经济和政治权势 越来越集中到自己手里 Stick Gates他这样说的 美国已经划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 他说英文中一人一票是one person one vote 他说现在不是one person one vote 而已经变成了one dollar one vote 一美元一票 也就是说美国间政治制度是被金钱操纵的 因为我们的话说就是被资本的力量操纵的 最后呢Stick Gates他这样讲的 美国的价值观也错了 出问题了 美国人忘记了经济应该服于人 而不是相反 美国混淆了目的和手段 全球化本来应该创造更强大的经济 使经济更好地为人服务 但是在美国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我们对话一开始 这个Stick Gates就说 今天的美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美国已经事实上变成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 而且少数人蔑视多数人的权利 比方说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管控枪支 希望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希望能够享受全民医保等等 但都实现不了 他把这些少数人成为剥削者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议程 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议程 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他们便想方设法剥夺公民的公民权 包括阻挠选民投票 包括不公正的划分选区 包括最高法院允许金钱左右美国的政治等 那么我是跟他这样说的 我说以我自己对政治体制的研究 一个国家要达到运转良好的理想状态 需要政治力量 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 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这种平衡 但美国的麻烦在于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 它捕获了美国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 我跟他说 您在书中提到了要加强民主 要加强制衡的机制 但如果这种相互制衡的所谓行政 司法 立法 三权 也就是美国所谓三权分立 都被来自外部的资本力量所捕获的话 那你怎么进行改革呢 也就是我经常讲的 本质上美国的行政 司法 立法 这些属于政治领域的三个部门 都被资本力量左右了 那怎么可能通过加强三权制衡 来进行改革呢 对这个问题 斯蒂克利斯的回应很有意思 他说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 他这样说的 当社会不平等现象过于突出的时候 自衡系统是起不了作用的 超级富翁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方式 来获这种支配的地位 从美国体制的这个结构上来看 美国是有自衡机制的 但现在财富的影响力 凌驾于这种机制之上 这就美国今天的困境 那他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他一直呼吁把消除美国的财富不平等 作为核心议题 但他也认为美国不平等现象 已经如此之严重 要扭转它是不太容易的 不过他还是坚持 因为美国民主还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这个时候我就追问他 我说那么这就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形成共识 然后一起来做事情 我简单介绍中国模式的做法 我说中国采用了协商民主的方法 也就是问济于民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集中大家的智慧 进行一轮一轮的协商 专家的意见和百姓的意见结合 我以中国正在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为例 只是一个五年计划 在中国上上下下各阶层 要经历成百上千次的协商 就各种目标达成共识 拿出可行的方案 最后中央做出最后的决定 然后全国上下一起开始落实 我说美国现在政治和社会高度分裂 尽管我说您在这个书中 提到了拜登的许多思路 像促进平等 缩小贫富差距 管控枪支等等 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但同时美国也有巨大的反对力量 那么这样的美国社会 行不成共识 如果行不成共识的话 你如何推动各项必要的改革呢 那么Steve Gates他这样说 他说尽管反对的声音非常大 但美国社会多数人就许多问题还是有共识的 他说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还没有被完全破坏 那么在美国你可以公开批评特朗普总统 我们都在批评他 我们说他就是个骗子 他说所以美国还是有可能推进改革的 这问题当时没有时间展开讨论 我只是回应说批评或者谩骂领导人是一回事情 但能起多大作用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英文叫做participation without influence 就是可以参与但起不了多少作用 其实纵观美国历史 60年代约翰逊总统 面对国内风群勇的反战浪潮 他还硬是把美国拖入了越南战争 小布什面对许多反对意见 还硬是把美国拖进了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这几年特朗普总统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 乃至弹劾等等威胁 但依然我心我术长达四年之久 即使输掉这场选举 他的影响力估计还会持续下去 像中国立场也有类似情况 比方说明朝万历皇帝时期 言论自由很多 很多人批评他二三十年不理朝政 但言者尊尊听者渺渺 没什么作用 最终山于一来丰满楼 大厦将近 所以没有回天之力 美国模式似乎也是这样 谁都可以骂总统 但起不了多少作用 往往要等四年才可能调整一次 这个现代社会节奏很快 耗不起这么缓慢的纠错这个过程 像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 九个月内 疫情导致了二十五万多人死亡 这期间看不到任何纠错 机制发挥作用 而中国一个湖北省 战役的两个月中 就处分了三千多个干部 美国体制回应社会的关切速度太慢了 现在美国也陷入了某种政治危机 就大选结束了 一方认为自己赢得了选举 另一方则否定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那么接着我又和他探讨了 美国进行改革的另外一个难题 就是过度的法条组 或者说是这个法制系统的僵化 比方说美国公众普遍希望 更好的管控枪支 但这就要修宪 修定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 但美国修宪的门槛非常之高 要国会两院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然后要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 所以美国政治已经高度激化了 这种要求实际上根本无法达到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推动必要的改革呢 那么我觉得Stiglitz回答很有意思 他针对我讲的控枪问题 他说美国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最高法院应该增加大法官的人数 宪法关于持有武器权的第二修正案的解释 是一百多年前才形成的 你可以对这样修正做出不同的解读 但Stiglitz也指出 美国这种遇事就要研究 或者问当年立法者的意图 这些立法者当年都是奴隶主 用他们当年的认知来指导 21世纪的美国是非常荒谬的 那么我的感觉就是Stiglitz 在建一种方法 在美国推进改革的方法 就通过增加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 那么对美国宪法的有关内容 做出有利于改革的一种解释 是美国特色的一种改革的方法 但对此我并不十分乐观 那么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 就美国司法制度问题 在于没有中国人讲的正道观 就中国人的正道 就是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这是个道 用道来管束的 所以这个法律该修改是要修改的 该调整就要调整的 有这个道的话 那么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 如果没有正道这个理念 只有法律条文 美国的改革将很难推动 还是以控枪为例 美国步枪协会 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者之一 每年都砸重金 游说美国国会议员 阻挠任何关于控枪问题的讨论 这种公开的金钱政治 是具有广泛共识的问题 也很难进入美国国会讨论的议程 我觉着把这个话题主动引到他书中多次提到 就美国历史上进行过三次比较成功的改革 一次是进步时代 大致从1880年到1920年左右 当时美国面临的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广泛的腐败 那么老罗斯福总统推动了一系列制度改革 另一次就是罗斯福新政 也就是在美国经历了29年经济大衰退后 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从1935年开始 推进国家干预的新政 包括社会工程 社会救济等等 是美国避免了一种整体的崩溃 最后一次就是60年代 这个约翰逊总统的所谓伟大社会 通过了包括像贫困宣战 保障民权 还医疗卫生方面一些新的措施 但我说呢 比较这个你们历史上的三个先例 今天美国 就是你在书中详细描述那样 金钱的力量比当年要强大无数倍了 这个社会已经更加分裂了 当年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是 正在扩大的美国的中产阶级 而今天美国中产阶级规模一直在缩小 而且有这么多年的持续的 我们叫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本身具有分裂性 比方说基于性别 支持同性恋还是反对同性恋 基于主义 白人还是少数族裔 基于意识形态 基于党派身份等等的政治 所以今天的美国社会 远远没有过去那种凝聚力 另外呢 我说改革的需要 有能力 有魄力 有远见的领导人 而美国今天这个政治制度 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模式 更容易产生这些 短视的民粹主义的政客 而不是改革型的政治家 那么可能是时间有限 Stickles没有完全回应我这个问题 而是说他看好拜登 他说谁也不知道 能否产生下一个螺丝符 但每个时代都呼唤 不同类型的领导人 他希望拜登呢 能够成为这样一个领导人 我们交谈了整整一个小时 那么我对这样对话的总体感觉是 这个Stickles对美国经济政治的问题 认识相当深刻 但他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啊 因为我们学术话语归纳呢 就是属于一种应然 而非实然 也就是说属于应该如何如何做 而并不是完全可以真正落地 那么对话的最后 Stickles强烈地表示 我们一定要拒绝历史终结论 历史不会都走向西方的制度 每个国家都应该探索 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 那么听到他这番话 我说真希望由您来出任美国总统 那对美国对全世界都会是非常好的事情 他大笑啊 我们在愉快的笑声中 结束这场难忘的谈话 好 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张教授的演讲 刚才也介绍了跟Stickles的这样的一场对话 剖析了美国社会政治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刚才张教授也说 Stickles对美国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好奇 这样的清醒认识 能在多大范围内是美国的共识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聆听 金教授的演讲 好不好 有请 今年呢 这个新冠疫情呢 袭击了人类 每个国家都受到了影响 我呢是把它定义为 就是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 这个新冠疫情是一个招妖境 是吧 它对各国啊 它的问题啊 它是个暴露 或者能力是一个检验 其实借着新冠疫情呢 应该讲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西方 认识我们东亚 或者传统的这个西方文化 和那个我们的鲁家文化 然后国家呢 可以更好的认识美国和中国 中美关系大家知道 进入到一种历史性的博弈阶段 是吧 美国他在讲啊 是我们外部啊 最有影响的国家 所以对他有正确认是很重要 那么今年 我觉得很多人 从不同角度开始反思美国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 可能还是他内部治理 那么我记得咱们观察者网 有一个文杨先生 他呢是有一个很独特的观点 就美国有两个美国 一个呢 就是本土美国 是吧 他的代表呢 实体经济啊 还有一个呢 是国际资本操纵的美国 大概是自这个八十年代 里根革命以来啊 这样一个金融美国 可能已经绑架了 这个实体美国 这个就把问题就搞复杂了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这个 这个国家总体来讲 是应该讲非常成功的 近代非常成功 这成功离不开 他原来的制度设计 很肯定地讲 在美国建国的时候 他那个制度设计 是基本成功的 但下面一个问题在这儿 就是我们人类的技术水平 生产力水平在变 国际格局在变 他原来成功的那个经验 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的成功 因为有时候过去的成功 会成未来的负担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研究 美国内部治理的时候 把这两个角度加进去 一个真实的美国 和那个异形 大家看过电影异形吗 对不对 那个金融资本 可能就是个异形 你看的是这个美国 但其实它已经变了 这个基因已经变了 然后下面我想分享 这么一个观点 中国美国俄国 不能叫大国 因为我们叫 我们确实超大型 确实总有某个方面 它是特别大 像俄罗斯 1700万平方公里 美国呢 这个综合国力特别强大 咱们中国14亿人 而且工业力量 也非常强大 所以用大国形容 它其实不准确的 得叫超大型国家 那么这个超大型国家 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要是出什么大问题 一定是主要来自于内部 而不是外部 因为外部是没有力量 击败它的 所以对它们这几个 超大型国家来讲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又不断地纠缩 你看这个国家 有没有前途 你就看它有没有 上进行纠缩 咱们中国 我觉得这个特点 特别突出 中国人那个纠缩能力 我觉得纠缩的愿望 纠缩能力都非常好 这是中国的信心所在 大家都注意到 10月19号 五中全会 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 这个规划设想 还有2035嘛 就是两步走第一步 就是我们是 知道自己落点 然后盯着一个方向去改革 那美国的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有人有震撼 觉得美国应该变 但是他的问题是 这些人可能不是一个 在位置上的人 是吧 这就有问题 然后其实美国 还有很多西方国家 都面临刚才 维维教授讲的一个情况 就是容许你言论自由 但是他是领导人 那是虚心听取 坚决不改 是不是 这个你就 就就就无效了 这个因为 最终带来社会进步的 应该还是有效的政策 有效的社会合力 不是说我们言论 说出来就就改了 那现在呢 我能看到的就是 疫情冲击了美国 美国一部分人开始反思 这个反思 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 他们能不能变成社会合力 能不能变成有效的政策 真正推动美国的进步 其实很难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世界 是一个变化中的世界 习主席两个判断 都是很好的 一个就是世界进入到 百年委员 是大面局 咱们中国呢 又处在民族复兴的 关键阶段 对中国来讲 做好自己的事 是第一位 然后根据世界的变化 调整我们政策 是第二位 这个思路是很好的 我觉得 我是对我们国家 比较有信心 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的三种权力 平衡是比较好的 然后也比较有远见 执行力也很好 但是我们以外 最大的力量是美国 美国也处在关键期 我觉得 它能不能 反思自己的问题 然后根据新的情况 新的现实 拿出有效的对策 改革自己 现在坦率讲 没把握 我看到的情况 就是现在美国 一部分人开始反思 但是呢 不是社会公司 还有一些学者 我估计 维维教授经常对话 包括福山 包括那个 Tom Friedman 对吧 我觉得他们到今天的心态 还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是有问题 但这个问题 是个人造成的 是不是 就是老特特朗普 就把老特挪下来 请出这个神位 一切OK 是吧 就恢复正常了 这种 我觉得这种反思 可能就强了 美国的病症 不是个人造成的 某种医生讲 他肯定是 就是美国 多年积累了 各种问题的一个场合 就特朗普选出来 当总统本身 就是个问题 是不是 他反映 他那个整个体系 整个制度出了问题 你简简单单 把问题归到一个人 这种反思太肤浅了 现在美国有点气鼓鼓 你知道 逮谁罢谁 这个弄到大家都不开心 我们欢迎一个 很自信 很健康 很阳光的美国 这对美国好 对世界好 对中美关系也好 因为有个前提 我觉得我们中国 总体来讲 发展的方向是对的 我们挺自信的 中国其实 不畏惧竞争了 是吧 我们是欢迎竞争的 但是你不要乱搞 像这个 就是破坏规则 什么抓孟晚舟 那种 用那种下三滥 来跟我们竞争 那个我们中国是反对的 对不对 健康的 符合大家 共同 共识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竞争 中国其实是欢迎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金教授 好 谢谢两位教授 刚才的演讲 刚才两位都特别说到 其实跟斯蒂格里茨的 这段对话 它很有启发的地方在于 让我们更近距离地去看 美国国内的治理问题 这个治理问题 到底有没有可能解决 美国纠错的能力 到底怎么样 我也在演讲当中听出来 张教授跟斯蒂格里茨的观点 是不太一样的 第一 资本的力量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资本的力量 已经凌驾于 美国政治领域的 其他的体系之上 比如说制衡体系之上 但是斯蒂格里茨认为 只要我强化一下 优化一下 这个制衡的结构 我依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您的观点是否定的 这个 我比较悲观 就是美国究竟 能不能改革这个资本力量 主导政治的 这个原因是 我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就是 从历史经验来看 现在我们 一直听到这个词 叫 Industrial Military Complex 军工集团 这个是个巨大的利益集团 实际上是 最早的 如果没有记错 是 艾森豪威尔总统 1961年的时候 他下任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警惕 军工集团 对美国 方方面面 过度的影响 但现在你看这个影响 恐怕比过去 三倍五倍 十倍都不及 那么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美国的军费 七千多亿 占世界40% 美国已经军商 这么强大了 还觉得他受到威胁 就没有敌人 他要创造的敌人 所以他影响 方方面面 美国的议题的设置 另外就是华尔街 我有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他现在的利润 是来自于全球化 美国只是一部分 可能更多来自于 其他国家 其他地区 这个时候 他对美国国内改革的 这个迫切性 他没有 所以觉得没必要改革 或者讲讲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 对 刚才您看 金教授也引用一个观点 一个是大家看到的 实际的美国 还有一个可能是 金融资本影响下 甚至是构造下的美国 那现在我们也说到了 资本的力量 对美国来说这么大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 改革的时候 去把资本的影响降低 美国现在有五大矛盾 上下 左右 黑白 这个矛盾其实是老的 就阶级矛盾上下 左右就一形成矛盾 黑白是种族矛盾 这个是老的 但是第四第五是新的 就是虚拟经济 实际经济 本土主义 全球主义 就是文阳先生讲的 国际金融化的美国 和本土美国的矛盾 就是美国经济金融化以后的一个产物 他其实不受原来美国体制制约的 然后现在确实要改动他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阻力很大 那么改革的前景应该讲不是很乐观 对 所以他的资本介入政治 这个议题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矛盾 要改自己非常的难 那我们再看除了这个核心维度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点 刚才也说到 比如说斯蒂格里斯认为 其实在美国社会 还是大多数人都是有共识的 张教尔您的观点也是否定 没有那么多问题有共识 所以想听听两位的分析 美国社会哪些问题 依然共识性还比较强 有哪些问题 已经真的共识越来越少了 即使就是很多人有 我叫做比较浅的共识 比方说这个枪支问题 要有某种管控 如果都算一种共识 它比较浅 但是最大问题在于就是 少数的反对这种共识的人 他们是高度组织起来的 背后是大量的资金的支持 就是在华尔街的游说集团 你比方说美国前面提到的 这个步枪协会 这是最大的游说集团之一 那么组织起来 跟没有组织起来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有钱和没有钱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导致有多数人的意见 即使是有某种浅的共识 形成不了这种改革的力量 是的 是的 美国算那个老革命 遇到新问题 美国有点老年痴呆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这样的 就是决心能力一下都有问题 一个决心肯定是不够的 就是它的精神肯定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就能力也有限 今天这个选举 其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看点 就是社会分裂 所以面对这么一个分裂的现实 急需精英层形成共识 可是精英层更是分裂的 所以它又急需一个政治家 好像你们刚才也谈到了 现在美国没有政治家 这个状态就是 不是很令人乐观吧 我们远距离看 我们希望美国好 这一点一定要反复地说 对 两位其实都反复说到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这个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看它的自我纠错的能力 到底怎么样 所以也想听听两位的观点 就美国来说 它遇到的这大大小小的 结构性的成系列的 或者是零散的这些问题 它解决问题的意愿能力 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比较主张 就是我叫中国观 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那么如果你有中国视角 看美国的话 一个最大问题就是 你没有一个代表人民 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 只有有这样的力量 才能够推动改革 才能纠错 否则谁都不买账呢 对不对 你民主党这样说 共和党这样说 你这不能代表我 共和党这样说 你不能代表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一个很大的 美国面有很大的挑战 所以你会发现 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么多点 它彼此之间都是有关联的 你说能力啊 意愿啊 所有人的共识啊 这个共识能不能被一股主要的 政治力量来推动 来实现 这些问题全部都是彼此关联的 您刚刚也说 特别提到美国历史上 还是有过一些非常优秀的 重要的革命的 那接下来 就像斯蒂格里斯这样的学者 他也在呼唤美国要政治改革 您觉得这种改革 有没有可能会产生 我就说是非常难 就是他这样的声音 是非常理性的声音 但是呢 在美国还是被主流边缘化的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我们前面对话也讲到 你可以批评 可以谩骂 都可以都没有关系 但是产生不了多少作用 实际上是一种法治的僵化 叫我合法选择上来 程序正确 疫情再严重 我打高尔夫球 我不会下台的 因为我做这是合法的 我周末我就是不上班 什么都可以 它是合法的 还是很久以前 跟福山我们当时辩论完了之后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交流 我就说 就提到美国的改革的这个难度 他当时这样说 私下说 但现在我觉得也可以公开 他说就是 他觉得要有一场 比08年金融危机 更大的危机 才可能唤醒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 来进行改革 他都这么看 也许这个疫情是一个更大的危机 但是究竟能不能唤醒美国政治和社会精英 然后达成共识 现在看来也不行 还是四分五年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改革 刚才薇薇教授讲了三个月 都是成功的 进步运动 新政和伟大社会都成功 但是我现在比以前更悲观在打 就是原来三次改革 它有个前提 就是社会的主流是比较一致的 就一个社会有一个mainstream 如果一个社会的mainstream没了 这个改革就很难进行了 但这个对美国的人民来说 对社会来说这个代价太大 我觉得斯里格里斯的观点 最后有个特别有启发的 就是他也反对福山 这个历史终结 不能终结于西方的社会实践 而应该是各个国家要发展 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社会制度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特别好 那我们开启我们现场的讨论好不好 看看我们年轻的朋友们 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来 这位朋友 来 欢迎 三位老师好 我叫王泽萌 是一名大学老师 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他的文化多元主义 但是中国的文化也是多元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 像美国那样的割裂现象呢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定义 文化多元主义呢 谢谢 哎呀 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请坐 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拥抱 鼓励多元的 西方也说他们是多元的 这两个多元有什么不一样 实际上很不一样的 这个西方文化多元主义 是过去几十年兴起的 就我们前面讲的 身份政治有关的 特别是就是族裔啊 少数群体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份政治 那么都要平等 要互相尊重 那么但这个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它是把权力极端化的 你比方说美国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因为拉美语的人越来越多 能不能用西班牙文唱美国国歌 就当成引起巨大的争议 那么WASP 就是他们的 Anglo Section那个白人 主流 说这是不允许的 这要改变美国的根本了 那么这就是对这个文化多元主义 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一种否定 所以产生新保守主义 某种意义上像这个班农啊 像这个特朗普都代表这种思潮 所以是对这个文化多元主义一种反动 我不排斥你强调某个特定阶层的这个身份是可以的 但你把它推到极端化之后 物极必反 就造成大家都要平等的权利 那就摆不平了 那中国呢 我觉得它文化一直是多元的 但它多元一体 它始终有一个主导的 这个一体非常之重要 就是不让你走极端的 这样呢 它就保持着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 这不光是上面这么要求政府强迫你这样的 不是这样 民间就是这样的 它有个主流共识 是的 就是其实咱们老祖宗啊 老子就说过 就是治大国如喷小鲜 其实就是火候很重要 对吧 火太大了 烧糊了 小了 夹生了 火候很重要 就是度 咱们一个度 就是多元化呢 有必要存在 如果完全是一体 这个社会没有活力嘛 会停滞落后 如果多元化走过头 这个社会就分裂了嘛 一个社会分裂的 你还有什么发展 所以保持一个度 是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刚才 维维教的讲的多元一体 那个应该是解决之道 我们中国很讲平衡 所以稳定性很好 稳定性很好 所以五千年文脉不断嘛 他们呢 也有他的优点 他们强调那个片面的深刻 对 所以这个对创新很好 对 是吧 所以就各有优长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 有没有朋友要提问 有的来 欢迎这位 各位老师好 我叫关喜龙 美国当今的政治力量 和资本力量 已经走向冲突了 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 美国社会 是否还能够通过 国家力量 国家手段 去遏制资本的 垄断和剥削呢 谢谢 请坐 我个人认为就是 不排斥 就是美国在 危机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会采取一些 比较有一定力量的 改革措施 但是最终你发觉没有 往往还是 治标不治本 这治本是要 结构性的 我不说革命 深刻的改革 深度的改革 很长一段时间的痛 对对对 包括像斯里斯 这么有影响力的 知识分子 但他对很多人的分析 从我们中国人角度讲 还是 这个没有进入到 结构的层次 所以还是 比较表明 换一个总统 换一个人 也许一切都好了 但实际上究竟 有没有可能 他都心中没有输 对那也想问一下 您觉得像美国 比如说一些学者 或者他们的观察家 这种观点 觉得还是有希望 我换个人就可以 是他们真的 没有意识到 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还是说他们也 不愿意面对 这个结构性的矛盾 我觉得 是不是两个都有 一个就是认识 还不够 一个就是 他也有点怕 否定自己 这个太难了 而且不仅是否定 自己难嘛 就是他会有 现实的惩罚 我在美国 去了很多次了 然后真正在美国 待久了 你会知道 就是他那个社会 控制严密 是几百年资本运作的 就后面是资本运作 好 我们再来看这边 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 来 欢迎这位 老师们好 我叫肖亮 当前特朗普 临着败群的局势 他是否可能会 制造一些 国际紧张局势 如果有 那最有可能是什么 谢谢 请坐 从旌旗十月 一直大家都在担心 会不会还有旌旗十二月 怎么看 他可能是想做一些事情 创造某种 就转移 实现的这种企图 但现在看来就是 无论他本人 还是美国的综合国力 很难承担这种后果 我觉得 另外呢 不要想找中国的茶 做一些 为中国难堪的事情 等等 但是现在好像 越来越不起作用 到你看选举的后期 他这个中国牌 打得已经没什么用了 所以我们可以淡定一点 就我讲的嘛 你看 现在美国面临的几个挑战 前所未有的疫情 前所未有的大衰退 前所未有的这个西部的火灾 背后是气候变暖 这些问题没有中国帮助 他一个都解决不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么一点 我们可以比较淡定 任凭风浪期 稳坐钓鱼船 对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观察美国 观察特朗普的一些言行 以客观的来讲 这个美国还是有不少的力量 形成了制约他的这个能力 尤其这段时间 可能是个股要制约 他的这个力量 河流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力量 就这个问题两句话吧 第一呢 就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他有心无力嘛 第二呢 从中国角度来讲 当然这个 那就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你也得做准备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我们客观评估 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 我们反正那些方向啊 南海 台海 东海 都要做好准备 就就可以了 绝不掉以庆心 对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 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 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刚才我们分享的 这个张教授 跟斯里斯的这段对话 从这个对话 又衍生出来的 更深的这个讨论 很有启发 我想学者之间的对话 就像世界上 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 是一样的 就是彼此拓宽 大家的认识的边界 彼此拓宽视野 更好地能够看清自己 也更好地看清对方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 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 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再见 请关注今日头条和抖音的 这就是中国官方账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